咔嚓 顾曼的私人监狱被巴布鲁一斧头砍碎 但是以德尔塔的水准 能挡下黑战车及一次攻击 已经足以自拗 这短暂的时间空荡 让高长空赶到近前 挡住了巴布鲁接下来的进攻 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快离开 高长空沉声对顾曼说道 他当初从江南大区带出来的兄弟 如今手下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相比起张义 兰斯洛特 他的手下少得可怜 不是他不想补充部下 而是他身处婆罗多 即便收拢了新的下属 短时间内也培养不出足够的忠诚 现在陈孝正也死了 巴图被他派出去阻拦张义几人 如今他尚且不知道巴图在张义手里 还以为巴图也死了 如果顾曼再出什么事 那他就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 顾曼却对高长空说道 你一个人拿不下他 我必须帮你弄清楚他的能力 现在 我已经基本可以判断 他的第二种能力 是空间置换 他可以在宫殿的范围之内 将包括一人在内的物体 交换方位 但是每次使用能力 也有时间的间隔 从他杀陈孝正 到想杀我 中间隔了五秒钟的时间 高长空三人组 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 以及牺牲掉陈孝正的代价 弄清楚了巴图的两种能力 他与张义一样 是那种极其稀有的时间 空间双属性一人 空间能力 除了将张义等人 放逐到圣灵殿各个区域的 空间放逐之外 还可以在一定程度扭曲空间 让他们无法找到出口 另外 就是战斗过程中 在一定范围内置换物体位置的 空间置换 时间能力 则是可以将自身状态 调整到一分钟前的逆流光阴 与张义类似 他的攻击属性 或许并不够突出 但是这两种特殊的能力 却让他在战斗当中 近乎于无敌 除非实力超过 他相当大的程度 将他秒杀 否则将无法阻止他 不断回溯时间 永远保持完美的战斗状态 哼 巴布鲁的斧头 朝着高长空再度袭来 势大力尘的攻击裹挟着恐怖的威压 当头披下 高长空举起手中日轮剑抵挡 可是这一回 他却分明感觉到 手臂有些酸麻 抵挡对方的攻击 已然有些吃力 持续多轮的对轰之后 他的体能与异能难免会有些下降 可对方仍然状态完美 再这么打下去 他的失败是必然的结局 可偏偏面对这样一个难缠的对手 一时间高长空也没有更好的策略 顾曼在一旁 再度使用私人监狱 将巴布鲁封锁起来 这位高长空争取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顾曼朝巴布鲁伸出右手 未等到巴布鲁劈开结界 他提前发动了能力 爆 私人监狱形成的固有空间 通过结界坍塌产生爆炸 对内部的存在发起攻击 可是这种攻击力 对巴布鲁竟然无法造成丝毫伤害 三眼族天生强悍的体魄 让其拥有强大的体力与防御能力 根本不是顾曼这种级别的艺人 能轻易伤到的 高长空意识到了什么 对顾曼说道 离开这里 你留下来 只会让他更强 如果巴布鲁可以对范围内的事物进行转移的话 那么在这范围内的人越多 反而越容易让他发挥 反倒是被迫进行转移的人 会因为突然的空间变换 而手足无措 甚至 有可能被巴布鲁利用 让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攻击 下一刻 顾曼就已经被巴布鲁用一块石头 进行了空间置换 纵然有所准备 顾曼也差一点被巴布鲁杀死 好在高长空此时就在巴布鲁附近 能够用剑去阻挡 走 高长空对顾曼说道 而他的眼睛里也闪过一抹疯狂之意 天舞宝伦的轮盘之上 一枚全新的符文开始闪烁起来 灭世音 高长空喊出了这枚符文的名字 他在婆罗多待了一年多的时间 可不是毫无收获 他曾经前往婆罗多的一处婆罗门远古秘境 接受被称作三项神考验的任务 从而获得过全新的力量 婆罗多的三项神 指的是创世神梵天 维护之神皮尸奴 破坏神尸婆 当尸婆毁灭世界之时 他采用的方式是跳起灭世之舞 灭世音的灵感来源 便是尸婆的灭世之舞 这是婆罗多谷瑜伽树的一种 曾经高长空在跳舞城苦练了许多十日才练成 可以激发出人体潜能 获得强大的力量 灭世音浮现 高长空的躯干如同蛇一般灵活舞动了起来 随之而来的是他周身涌起金色的异能风暴 狂暴的力量掀起狂风 以此来面对即将袭来的恐怖攻击 顾曼的眼睛里闪过一抹担忧之色 灭世音虽然可以短暂提升力量 但实际上是一种压榨潜能的爆发技能 一旦无法在硬绝生效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高长空就会陷入一段长时间的虚弱期 所以 如果不是遇到极其难缠的对手 他是绝对不会使用这种硬绝的 可现在 面对巴布鲁这种级别的对手 高长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顾曼一咬牙 只能够迅速逃出大殿之外 免得给高长空带来负担 他离开神殿之后 身后便传来了震耳欲聋的轰鸣 金色的光芒如同太阳一般爆发 高长空与巴布鲁再度激战在了一起 顾曼心中焦急 他知道 即便如此 面对可以一直重置自身状态的巴布鲁 高长空的胜算也并不大 眼下他只能够去寻找 其他被放逐的人类伊普西龙 前来帮助高长空 没等他跑出去多远 就看到前方的长廊上 不急不缓地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 看到那个人的时候 顾曼的眼睛顿时涌现出希望的光芒 张义 来的不是旁人 正是从迷宫当中找到出路的张义 巴布鲁的能力虽然强大 但是他也无暇 同时顾及多个地方 与高长空的战斗 让他无法继续利用虚空放逐的能力 困住张义等人 这才让张义找到出路 来到了神殿的入口 顾曼见到张义 就像是见到救星一样 赶紧跑了过来 张义 看到你真是太好了 张义可不知道好从哪里来 毕竟他和顾曼可没什么交情 通常一个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人 对你说有好事 那巴承是打算要坑你了 好从何来呢 张义感受到了两名 伊普西龙战斗的气息 心中略微一思索 其实已经猜到 那是高长空与神殿的守护者 顾曼深吸了一口气 和张义说明了眼下的情况 当然 此时他不可能有所保留 包括巴吐鲁的能力 他也说了出来 毕竟 张义他们来到这里的墓地 都是纳什国的宝藏 谁都想登上圣灵殿高层 听完顾曼的话之后 张义也感觉到 情况有些棘手 时空双吸一能者是吗 这还是第一次 张义遇到与自己 同属性的能力者 他当然清楚 这种对手有多难缠 尤其是对方的能力 可以重置自身的时间一分钟 张义也是以防御为主的艺人 他做不到在一分钟时间里 杀死一名黑战车 及伊普西龙 可顾曼说的也对 解决不了那名守护者 他们就无法进入圣灵殿高层 我知道了 张义说完 便抱着胳膊 找了根柱子靠了过去 丝毫没有进入神殿之内 帮忙的打算 顾曼有些着急 张义 你还在等什么 等人 张义淡淡说道 迎上顾曼不解的目光 张义说道 高长空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面对那个家伙的时候 人多未必是好事 即便我加入进去 我们两个人 可以暂时占据上风 但是只要 无法在一分钟的限制内 杀死守护者 也没有任何意义 顾曼微皱起眉头 那你打算怎么做 张义微笑道 等人 他要等的那个人 没有过多久就到来了 兰斯洛特 带领着圆桌骑士团的成员们 从长廊的另一个方向 姗姗来迟 他瞪了一眼张义 看到顾曼的时候 心中非常奇怪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他也能够感受到 高长空与巴布鲁的战斗 可他不理解 为什么张义在这里看戏 等你啊 张义挑了挑眉 把情况简单地 和兰斯洛特叙述了一遍 兰斯洛特听完之后 冷冷笑了起来 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 四打一 就算他的能力再古怪 也能杀了他 张义点了点头 不过你别忘了 他的能力 可以置换一定区域内的物体 所以 太多人进去 也不是好的办法 兰斯洛特狠狠瞪了一眼张义 那你打算怎么做 虽然暂时他不会找张义 算报私的账 可不代表他没有怨气 张义说道 你和高长空 都是擅长近战的好手 所以你们 去拖住那个家伙 至于我和花花嘛 张义右手从一空间取出了那把超大的狙击枪 雷击 我们从远程进行测验 这样一来 就避免了在狭小空间内 被对方能力干扰 兰斯洛特闻言 朝张义伸出右手 既然要让我去牵制那家伙 你把报私还来 有了他 我更方便施展能力 张义呵呵一笑 先别着急 我说过 离开这里 以后会还给你的 不过 可不是现在 兰斯洛特的脸上浮现出怒容 可是张义却一脸淡然的模样 让他知道继续索要 没有任何意义 现在的他 还不能和张义翻脸 因为得到了报私之后的张义 还有花花的协助 他赢不了 你最好是信守承诺 兰斯洛特一再强调这一点 足可见报私对他的重要性 那我们就快点行动吧 张义抬起头 看向圣灵殿高高的穷顶 他的第六感告诉他 必须抓紧时间了 否则的话 会有恐怖的怪物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这种感觉 不是凭空而来的 巴布鲁的行为 以及圣灵殿诡异的空荡 证明了一件事情 他们都在为某个存在拖延时间 所以 张义等人 也必须要争分夺秒 希望那个家伙能顺利点 尽快完成他应该做的事情 消灭内施国 可不是我们的任务 张义喃喃说道 兰斯洛特召唤出剑羽顿 纵身冲入神殿当中 嘿 这战斗 也让我来插一脚 兰斯洛特的出现 让高长空内心大喜 此时的他已经落入下风 继续战斗下去 他只有逃亡的份 如今有了帮手 能够减轻他不少压力 小心 这个家伙的能力非常特殊 高长空提醒兰斯洛特道 放心好了 你的女人已经告诉过我们了 兰斯洛特说道 你们 难道说 混沌也到了 高长空问 他和他那只可恶的猫 在外面远程支援我们 高长空非常聪明 一下子就明白了张义的意图 那个家伙 还是一如既往的聪明 且谨慎 这个时候 高长空收到了张义的通讯邀请 把他拉进了一个临时频道当中 这里面 他们三个人都在 准备好 要开始狩猎野兽了 张义的声音 淡淡地传入二人耳中 高长空的嘴角露出微笑 手中黄金圣剑 朝着巴布鲁斩了过去 兰斯洛特从另一个方向 与他配合着 进攻巴布鲁 面对突然出现的 又一位伊普西龙 巴布鲁的牛角头盔之下 眼神并没有太多变化 他以一敌二 手中战俘左披右侃 竟然严防死守住了 二人的进攻 可是在神殿之外 张义带着花花 来到了五千米之外的区域 这么远的距离 他的能力 应该影响不到我们了吧 张义坐在花花的背上 然后在他身上 架起了雷击的支架 随即 巨大的枪口 对准了神殿之中的巴布鲁 花花 我数到三 我们一起发起攻击 喵 花花给了张义回应 神殿之中的巴布鲁 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气息 锁定了他 他能够感应到 有两个强大的伊普西龙级存在 对他爆发出了杀机 巴布鲁的眼神 终于出现了凝重的神色 可是 高长空与兰斯洛特的攻击 已经让他疲于应对 碰 哄 张义与花花找准了时机 对巴布鲁发起攻击 一颗漆黑的圣灵子弹 裹挟着黑暗的虚空力量 在五公里外划破长空 在空中留下一道细长的黑色轨道 射向巴布鲁 在这道弹痕之下 则是一道色彩斑斓的高能粒子光束